三年要開會 那我不知道你們的感想 有人給我們支援關心我們 有沒有很幸福的感覺 有沒有 真的感覺不一樣對不對 所以我們真的要珍惜 那個副總 其實他很關注 我有感覺我們現在這個FBPO 每日是邀約 其實他真的有在看 那有時候他偶爾也會幫我愛一下 自然這樣子 那我想每日是邀約 我還是要講每日是邀約的用意 不是要強迫你去做一件什麼事 而是要養成你一個習慣 是很難的 我就一個好的習慣養成了 見底你應該有感覺 寫每日是邀約寫到最後 你會覺得怎樣 你必須去找新名單 要不然你寫不下去啊 是不是 然後你必須出去活動 你要約人家喝咖啡啊 一定要聊一下美樂家 那時間久了以後你會覺得好奇蹟 你本來沒有想像中的事情 或者人都跑出來了 那我講我自己 我是去年12月開始寫每日是邀約 因為我是看到別人 每日是邀約寫在那個FB上面 就是我們的美樂家一群二群上面 我發現寫的人很多都進到前八大 那我想一定有他的道理在 所以我就不會有那種壓力感 我特別講每日是邀約不要給自己壓力 因為有壓力就是你勉強寫 那有時候寫也不由衷也不好 而是說你真正的去落實這個是邀約 那名單其實我覺得台灣是全世界最好做這種業務型的東西 因為台灣的人口怎樣很密集 你要認識人是不是很簡單 就做個捷運也會 我如果蘇碧蘇絲姐最厲害 做個捷運他也可以約人 然後他真的很能聊真的很厲害 然後他去那個北大運動場跑一圈 就增加很多名單 所以我覺得每日是邀約 務必我們先開場 還是要在那個美樂家的一群二群去PO 那我希望你們知道最後的結果是突破 因為我目前有些夥伴有困境對不對 覺得好像我找不到人做啊等等那些 你真的落實去做的時候 人真的就會跑出來 所以我是去年12月開始做 然後我在2月3月 我講寧願 緣緣起來給大家認識一下 他說我末開的喔 在那個場子對不對 因為我跟他是在Line上的末開 就是我們在Line裡面都有他的名字 他在Line裡面有我的名字 可是我們互相會不知道對方是誰 那2月份過年嘛 那都很有禮貌啊 一天祝賀對不對 他也給我祝賀 我也給他祝賀 可是我心裡一直在想 這個到底是誰 然後我現在開始要每日是邀約 又要拼那個德國行 所以我就主動 以前就是一直問候 也不會問他是誰 我就主動問號說 我們兩個到底怎麼認識你 到底是誰 就直接寫了 然後就他的回答更好笑 他說我也在想 我也不認識 我也不知道你是誰 這樣有沒有很好玩 而且就這樣連結 連結好後我就 每日是邀約 我必須邀約 我就開始邀約 媛媛出來 媛媛出來 我們就開始聊聊聊 聊到後面會不會變美樂家人 會啊 他本來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名單 所以你不要小看每日是邀約 所以有的話 我是盡量就這樣潑上去 當你偶爾沒有休息一下 我都覺得沒有關係 但是養成好習慣是不簡單的 對我自己來講都很不簡單 因為我到晚上我都已經累死了 還要寫每日是邀約 有時候我對話寫錯 因為這是瞇著眼睛在寫的喔 可是我寫了這段時間來以後 我發現我手上現在更多名單出來耶 更多 為什麼人是要被強迫的 自古成功靠什麼 勉強 真的 我覺得這就是被強迫 沒有人順著可以做好大事 全部都是被強迫 所以我這真的又出來很多很多名 然後最近變得非常的忙 所以我也祝福大家 我們當然希望在這邊能做得很好 做得很成功 但是這個要專注 所以我希望玉文啊 還有倉厚 你們的每日是要落實 落實去做這件事 因為會突破的 要不然你們不去做 你永遠都會覺得你有認真在做 可是抓不到焦點 好不好 這第一點喔 那第二個就是 因為那個越美 我特別講越美的芙蓉 有參加過我們領袖營的舉就 直連會辦的 好放下 是不是三千多塊對不對 三千三 三千三 還叫三千三 然後那個課程都很棒 三千三已經很便宜耶 我去外面聽到別的團體在辦活動 越美因為他們飯店很貴 住一個晚上要一萬八到兩萬 那個房間 所以在外面別的公司辦活動的話 兩天一夜最少六千塊起跳 你知道嗎 那公司呢 現在要免費有條件讓我們去 所以我覺得他條件真的不難 你自己去選一下 你一定要達成的 因為兩天一夜公司的課程排得非常的 我有PO到富美家給你們好不好 就第一天跟第二天有什麼課程 我就覺得等於是一個擬秀研習 第二次的擬秀研習 這次是完全免費的 所以那個條件剛剛你們寫的齁 無論如何尤其是一百塊入費 等於又給你們家 給你們方便對不對 一百塊入費好不好去推薦 一定很好去推薦 所以無論如何我們這一桌 這三桌的人都一定要去越美好不好 好 那我當然也希望你們把這個消息傳給你的 你的本來的總監或者你的經營者 因為推薦八件 推薦八件加一百塊我是覺得不難 但是他推八件以後 對你的正義有沒有幫助 對你的組織有沒有幫助 我覺得一定有幫助 說不定因為這個方案你去推薦 你的朋友變你的總監好不好 那我很喜歡越美 我去了十幾次 但是我一直有一個遺憾 就是旁邊有一個叫什麼 阿蕊 阿蕊 從來沒去 從來沒去 所以我這次就想我們去我們哪 晚上公司不在 我們偷偷去 我們一定要去看 聽說裡面很多很精明的東西 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 我說偷偷嘛 就不要講出來對不對 偷偷瞄一下也好 真的我就覺得越美是一個很棒的一個環境 那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現在開始有這麼多新人出來 其實我覺得富美是一個很負責任的 他真的他比我辛苦 我們真的給他一個掌聲 有時候我看都有點不忍心 就是他真的是使命必達 對對對夥伴照顧的太好了 真的照顧太好了 偶爾要照顧他的健康 照顧他的身體 那我是希望說 假設我們今天進來這麼多新的人 那你們覺得有沒有必要 我們來開一個叫做新人起步的番 就是從頭到尾 SOP帶你們 因為那天潘欣為 那個潘 潘先站起來一下 你知道他是誰算不算 好算對不對 你知道他是誰嗎 他是遠遠的兒子 你真的不像對不對 他們兩個像姐姐弟對不對 像姐弟 好請坐下 他今天聽王元君的課 回去後 他就PO了一個照片給我 其實我很感動 因為王元君上面有寫 你一個新人一定要準備一些工作功課 那他就把他寫出來了 那把他寫出來後 其實對我來講就是我的責任 因為有的我們要給他功課 他逃得要命 那有的這個人是主動跟我說他要功課 要不要給他一個掌聲 要不要他想學習這些課程 那當然裡面我會講會員權利 會懂得怎麼搭配產品 那懂得沒了加簡單制度怎麼講 所以我就想說 是不是我們找一個時間 我在跟說明君講 他要不要給我們一個這樣子的地方 我們來上一個新人如何起步好不好 就是這個SOP把它弄好 就是總監應該具備的五大能力 總監 是不是你們都上總監的 這裡面只有誰沒有上總監 我看都全部都上總監了嘛 所以當你上總監以上的人 你要告訴自己 我必須具備這五大能力 我才能繼續往上跑 所以潘經緯那天聽那個援軍的課 他有聽到的重點 這是對的 那很多人是怎麼做都會做得慌慌忙忙的 他做得不順 為什麼他的能力不具足啊 所以我在想開這個新人如何起步 那我再把時間跟副美討論 我們安排一個時間可以嗎 我請公司給我們這樣子一個 可以喔 那就大概是這樣 然後現在因為三點快結束 他還開放給我們嘛 那我比較想聽聽 因為都我們自己人都可以講 那這對兩次公司跟我們這樣合作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感情 或對你自己有什麼期許 有沒有要上來跟大家分享的 有喔 啊那個阿虎先拿 阿虎本來 沒有阿虎先拿